3月18日 特里加奥特曼剧场版特别片Z 已经在各大电影院上映 新生代迪迦迎来生晚期的同时 新生代代拿 戴卡奥特曼 已经在电影片尾日式公开 话不多说 阿泽这就在你一起看下 戴卡奥特曼的预告TV中 究竟有哪些值得推销的细节 曾在25年前 有一位继承迪迦超古代之光的战士 他就是来自宇宙的星光战士 戴拿奥特曼 25年后 迪迦的希望之光 在此起身发亮 戴拿也将精力棒 交给雷伟全新的战士 这就是戴卡奥特曼 虽说是新生代代拿 不过这次戴卡 并没有和特里加一样 将New Generation代拿 扣在副表题上 毕竟去年班机子的剧情质量 大家有目光度 这次要是再班不航 好歹还有半条退路 着实是学聪明了 而戴卡的这个造型 嗯 乍一看 好像确实和戴拿 有着千丝万里的关系 某种角度 甚至像是远古 给戴拿做着直升体肤 想想最终胜战的对杂兵 全是拿戴拿 改出来的异形 说不定当年村口干架 无双戈尔战 也有你戴卡的一份功劳 但又联想到 戴拉斯的对手 是宇宙球体索贝亚 这个看似不会则的造型 就难免让人怀疑 那天晚上戴拿 和索贝亚合作了 让我看看 不要 扯远了 我们来抠下细节 初登场的戴拿 伸出宇宙军中 正是对应了戴拿 从宇宙出身 又从宇宙消失的故事设定 而而是造型上 和网聊奥特曼 最大的不同点 那就是额头 以及胸部出现的大块 堪称地中卡的 星空图案滑纹了 诶 等等 星空滑纹 我去年是不是 在哪个片场见过 别的不说 隔壁整的是同膜幻色 你整的是致近膜感 两者有个不约额通的特点 那就是懒了 今年该怎么出新周边 我都给戴哥找好了 你看 魔宝50抱有的星空宝宝 给他加个计时器 什么 觉得不行 那就再加个logo 好的 完美 50块街头包款 超自加倍 变500块的戴卡新品款 万代转麻了 值得一提的是 戴拿奥特曼 去杯闲座迪迦 有个最大的特点 那就是额头的水晶 回应我转换形态 做出改变 三种形态 对应红蓝金 三种不同颜色 那么青年戴卡 就可以在转换形态时 改变额头和胸口的 星空图案来做区分 去年班机还没开播 你们猜测 他的快乐型 会和大谷一样 是熟师形态 同理反向操作 戴拿的快乐型 是实际型 那么我就猜 青年戴卡 是个青形帮子厨师 翻身做主人 指日可待 作为游戏的戴拿奥特曼 头部的造型 要偏胖一些 戴卡则相反 外表更加精瘦 嘴型也从戴拿 模仿初代的C型大嘴 变成了模仿初代 B型来的美人小嘴 总的来说 头部设计 还是相当优秀素材的 胸部除了星空地中海外 最亮眼的部分 想必就是G10系了 鞋上的G10系 很难不让人联想到 我们的战斗老父亲 纳伊斯奥特曼 纳伊斯算是个整合的高手 戴拿模仿意义上 也是个整合的高手 纳伊斯的标志动作 是在胸部比达拇指 戴拿的标志动作 也是比达拇指 哦 难怪戴卡没有浮标题 合着是另和纳伊斯 看来是我格局没打开 戴卡的下半身 几乎没有任何修饰 甚至把他和戴拿放在一起 你都不一定能分得清谁是谁 但是上半身的造型 却少有的在身体上 融入了许多不对称手机元素 其一是几十气 其二是身上的护甲部分 从侧腰如同束缚带一样的部分开始 缠绕着胸部 一直覆盖着左肩和左臂 导致手臂颜色 变成了不对称的左蓝又红两色 单边的肩胛 抬了出右半边 红银色的本体 偷有一股古罗马绝对的韵威 同时这和公道服饰的造型 有些许相似之处 与性柔装时 会穿上类似的护具 高手也会在拉弓时 露出半径来增加气势 例如守望先锋中 半丈的圆皮造型就是如此 最后左边的金银色护甲 几乎完整覆盖了整条手臂 造型上和同样于护甲 覆盖身体的勇辉特利加非常相似 那么机中形态 是否也会像闪特一样 会拥有一个完整的造型呢 总而言之 全身装甲 必定会对战斗时的激动性 有一定影响 如此借鉴各种艺术要素 是不是的半身甲 不仅美观 也方便了奥特曼的行动 比起特利加选择 又不得的行持 全是迪迦的美 戴卡更像是戴拿 在金属上做出的进一步加强 阿泽还是非常喜欢这个造型的 戴卡的武器在柱子商标时 以确认是奥的决斗力剑 不排除和去年特利加 持有的圣还武装一样 是个能让戴卡 变成近战功敌的变形武器 以此来体现出 护甲设计中的决斗师 以及射手样素 另外PV中还出现了 两个防卫队相关的镜头 一是穿着 成灰两色队伏的 新精英胜利队队伏 戴拿中超级胜利队的队伏 不同意胜利队 怪型上进行了重机设计 但戴卡的队伏就背影来看 除了配色 其他部分变化不是很大 武器方面 那个平成乃尔精神 技特的无人机焚头胜利猎鹰 以及一代剧场版 被斜特抓着辫子 天上热水分打44号 都会在戴卡奥特曼中 继续服役 看来今年基地不停的钱 又能省了 这次会加入胜利十九 和胜利猎鹰两个新转机 与无人机进行合体 算是致敬胜利神音号 三机合一的设定 毕竟戴拿时期 主打的也是防御队要素 希望超级基因胜利队 在戴卡中 能有更加素材的表现 之前特里加剧场版上迎前 阿泽曾猜测新队长 施钢隆一 会继续在戴卡中活跃 没想到解副 就是邪恶特里加的人间体 成功灭身 并巨大化的邪特 在剧场版的最后 已经被主角团三人 成功扬成了灰 因此戴卡中的新队长 想必另有人选了 最后 阿波索流特的第四位战士 远古至今依旧没有公开 去年特里加里 小新人带来了隔壁牛爷爷 银河哥斗塞里 牛爷爷又带来了蒙命的剑机 那么戴卡中 应该戴卡里复复制班机 当剑机客串 拧出最后一位女战士 顺带给叔叔拍的银河哥斗 四领个流 今年戴卡的财报 就又有了着落 真就那个意料之中 那么以上 这是本期戴卡解释的宣布视频了 更多关于脱跑情报的消息 可以观看阿泽上一期的视频 戴卡奥特曼 已确定定老于今年7月播出 后续公开的新情报 我也会第一时间进行分析 那么我们下期视频再见